石岩作为断刀大赛中最神奇的附魔材料之一 一直深受各路大神与评审的喜爱 毕竟 岩的熔点恰好是翠火所需的最佳标准801度 因此 当它融化进去时 正好是翠出顶级神兵的最佳时机 更令人惊叹的是 节目组连夜掀翻了100多个帐篷 借来几百根高炭钢钉作为选手断刀的材料 断刀要求选手们割几个锤把 打造朴实无华的背齿大砍刀 锁锤之刃的长度还必须控制在28到33厘米之间 并带有一体式刀根与二轮之前 必须完成20到25厘米之内的刀背锯齿 好家伙 钢钉锤砍刀这可是真的够刺激啊 所以 Marl拿到钢钉后 先放进金属罐测量了一番 接着根据罐子尺寸 截去多余材料 准备整个铁罐大码 并且 在装罐之前 他还用柄铜彻底清洁了钢钉内部 以求纯洁无杂质的钢胚能够在第一时间完成断结 路易志虽然没有参加过河马 但也是准备来上一罐钢粉 说来 这几位选手都是断刀大赛的终极粉丝 深知装完钢粉之后 敲击云石内层钢粉的重要性 毕竟 没有缝隙的河马钢胚 才能锤出无气泡的坚硬好刀 而Daisy之所以选择锤河马 除了对自己手法的自信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深得一手打磨脱罐的河马精髓 Daisy说 他日常除了打铁外 就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 今天他来参赛了吗 就是为了证明打铁女生同样很专业 目前看来 也就只有包子装罐之前涂了一层隔离液 主要在他看来 连皮带罐一起断刀的后钢胚 必然没有脱罐直接锤的速度来得直接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他脱不下罐皮 又当如何应对呢 要知道 没涂液的Mario 已经开始上基段绒钢胚了不说 连续往复断压三次 效果都非常的好 尤其第三次断压时 他更是感受到了钢胚的肩体 是时候锤把摔刀证明自己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Daisy烧红铁罐后也开始上基断压融合 与隔壁Mario不同的是 他的温度似乎不太热 好在Daisy深知持续加热断压的重要性 所以延展效果也还可以 而卢伊纸融合钢胚后 还抹了一下顶部检测融合情况 效果非常不错 也是可以稳妥地拉长断刀了 只有涂液的包子融合铁罐之后 开始打磨准备脱罐 速度还算可以 多了四十来分钟才整下这块河马刚胚 好家伙 有这时间感觉磨两把刀都够了 毕竟无脱罐的Mario已经延展刀胚制标准尺寸了 再调整几波细节 他便可完成关键碎火了 最后一个小时 Daisy手起垂落 以惊人的臂力垂了一把大刀胚出来 下一步 他准备上机调整瑕疵 并照样品刀的标准磨至刀背锯齿 这段刀速度确实是很快了 就是评审哥几个看了都很是欣赏 而路易志则在刀背上撒了一把秘密武器食言 准备以炎的熔点来判断最佳脆火时机 毕竟炎化之时也意味着刀温801度 可以插进油中脆火 果然 效果如他预想的一般出色 Bowser选手第二个进行刀胚脆火 速度还行 硬度也很不错 Mario紧随其后完成了刀胚脆火 虽有点小瑕疵 打磨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Daisy选手最后一个进行刀胚脆火 刀身也是又直又硬 时间到 首轮挑战结束 四名高手以高弹钢钉断打的河马砍刀 迎来了首轮审核 首先是Bowser的背齿大砍刀 刀型完成度还算不错 就是刀尖处有点小分层需要处理一下 接下来是路易志的背齿大砍刀 刀型设计深得S7喜欢 就是略后的刀身还需筋膜减重 Mario选手的背齿大砍刀 刀型设计与断打都很不错 要是没有刀背的弯曲就更完美了 最后是Daisy的背齿大砍刀 砍刀设计很有特点 如果能再打磨减重一番 将更加完美 点评结束 经评审商讨之后 决定淘汰包的选手 毕竟只有他的刀出现了小分层的结构性问题 剩下三名选手晋级第二轮 继续断刀 本轮几个选手 除了调整瑕疵之外 还得以这些稍过的木桩做出刀柄 进行组装 并且 结束之时 刀身总重量还不能超过680克 好家伙 这么变态的吗 要知道路易志的刀胚上称 直接称出了1.3公斤 可以说比规定要求高了近100 眼下 他只能上机打磨了 而Daisy的刀更是达到了1.8公斤之多 这架势都够垂出三把刀了 所以 如何减重瘦身 将是他的重中之重 Mario更是称都没称 直接上机开磨 毕竟大火刀胚上轮都没做过多调整 不如先磨一下 再称重量也不迟 最后一个小时 磨完刀的路易志率先整了块烧木 割出了大制饼形 接着装上铜钉 以胶水完成了饼材组装 现在 他只差做出刀背锯齿 便可收工了 而Daisy磨了一小时之后 发现居然还有900克 眼下时间不多 他准备先装饼材 再减重量 Mario则以风险高收益大的手摆刀刃大法 矫正了一下刀刃弯曲 虽说他的评审心惊胆战 但终是可以继续组装刀饼 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了 时间到 第二轮挑战结束 首先是尼森砍木桩的强度测试 路易志的背齿大砍刀前来 尼森上撑一撑 发现652克过关 强测之后 刀刃也没啥明显问题 接下来是Mario的背齿大砍刀 482克 重量过关 更是绰绰有余 刀柄虽不怎么样 但现在挺过了强度测试 最后是Daisy选手的背齿大砍刀 尼森一撑 发现事情果然很不简单 好家伙 1.02公斤足足超了小半斤之多 这下结果显而易见 超重的Daisy选手 可以回家继续去带孩子 只能说节目组二轮 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 最终 Mario与路易志挺进第三轮决赛 两人将回家 锤把那布尔帕朗刀来分个高低 那布尔帕朗刀起源于 18世纪的马来西亚 此刀刀形与现代砍刀十分相似 都是尖顶掠弯的刀身 顶部配有一个略宽的刀尖 此刀非常适合用来野外求生 于大战中横扫敌人 说来 此刀也曾跟咱们的抗战大刀一样 送走了无数敌人 所以两人锁锤之刃 也得有50到56厘米之内的弯曲刀身 与马凳型的护手和西亚型的刀柄源头 四天后 选手提刀回来参加终极测试 胜者便是本期大赛冠军 所以路易志回家 直接上炉架火开烧成品钢 对于他来说 如何保持刀身的弧度 将是他挥锤的重中之重 尤其用上成品钢 更是能提高他的办事效率 而马尔尔则找来钢材 准备堆一个200层的梯形大马 好家伙 还是煤炭炉断烧的上等钢胚 断接效果可以说相当不错 就是一天锤下来 收尾时他还没锤出大马刀胚 次日 路易志加热刀胚后 直接完成了关键脆火 刀胚是又直又硬 可以切割软钢着手配件制作了 马尔尔锤出刀胚后 先割了一下改良板的梯形大马纹 接着他锤出刀形 也进行了脆火 硬度他非常满意 时间来到最后一天 路易志先钻了一下刀饼材料 进行了组装调试之后 花了两小时塑形 只为做出最舒适的顶级刀饼 尤其切割效果更是相当平滑 马尔尔这边也来到了 刀饼护手的收尾阶段 并且他还在刀饼位置进行了精修 以防伤到SAMON的小手 四天后 两人带刀回到赛场 路易吉的帕朗刀以80C2V2钢为材进行断制 刀饼材料为蜂木 猫肉的帕朗刀则以三种钢材交叠而成的 梯形大马钢断制而成 刀饼材料为红硬木 两把帅刀是各有风格 那么哪把更为厉害呢 首先是SAMON坎假人的实战测试 路易吉的帅刀先来 平衡感与手感都很出色 实战效果也很棒 接下来是猫肉的帅刀 猫肉的刀副手部分稍稍有点加手 但砍甲人是没啥问题的 第二轮是Corky砍逃罐的强度测试 路易吉的刀可以说是一点问题没有 猫肉的刀也是完好无损 最后 是SAMON砍南瓜的锋利度测试 路易吉的刀一刀一个 相当给力 猫肉的刀砍菜也是没啥问题 三轮测试结束 经评审商讨之后 本期冠军为路易吉 猫肉的刀虽同样出色 可惜护手加手成了他的失败点 只能说他这点刀饼细节不够到位啊 恭喜路易吉选手拿下本期冠军吧 孙肉的刀刀就变了 孙肉的刀刀 孙肉的刀刀刀是一张的